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一般都会选米线 特别提醒一下 他们的手工刀削面是要额外加2块5的 我们问过店员了 这个刀削面是进货的 并非本店制作 吃起来是不错的 只是性价比有点低 他们这个鱼汤米线还会送一杯热饮 他们家的港式热奶茶还是挺好喝的 3点到6点下午茶时段 他们会有一些配好的鱼汤米线 比如牛三宝新拉面之类的 选择的自由度没那么高 但是价格就要13块出头 比17块的百搭鱼汤米线要便宜不少 而且也会送热饮 所以一般我们都会赶在下午茶时段光顾 很多时候 两岸吃完两碗分量十足的米线 再配上两杯香荣的奶茶 买单联想费也只是30块出头 这个基本上就是food court的价格了 除了鱼汤米线之外 他们家的饼木鱼套餐也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做法有很多种 有清蒸、干煎等等 我们也一一尝过了 最喜欢的蒜椒梅菜蒸的口味 剁椒辣、蒜蓉香和梅干菜独有的风味 完美地衬托出大饼木鱼的鲜味 这个套餐配了一碗白饭和鱼汤 这个鱼汤就是鱼汤米线的原味汤底 我们一般都会把这个鱼汤换成热奶茶 他们家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港式茶餐 跟鱼汤米线还终于比起来有点逊色 但是有一个小菜 我们还是会经常点的 那就是卤水拼盘了 挺特别的 口味是偏甜的越式卤水 用料是很新鲜的 我们最欣赏的是鲁大肠和墨鱼仔 真心推荐了 值得一提的是 他们家生意还挺好的 饭点经常需要排队 除此之外 他们家最近这段时间里 涨价涨了挺多次的 很有可能 下一次去的时候 价格又会变得不一样了 从Alberta搬到温哥华之后 一直都找不到一家让我满意的越南粉 直到遇上了这家佛山七 我觉得越南粉最重要的是汤头 这家越南粉汤头做得很好 颜色清澈 味道浓郁 根据我们的亲身体验 喝完之后一点都不会觉得口渴 相信这个汤 应该正如他们宣传的那样 是没有添加味精的 汤头固然重要 但是我觉得米粉也很重要 他们家牛肉粉 可以选择细的或者粗的米粉 中部分就是默认的米线 非常正宗 之前在温哥华吃到不少越南粉的米粉 都会有一种奇怪的米味 这家就完全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无论是哪一种米粉 一直都是很新鲜的味道 牛肉粉的焦头也是很用心的 我一般都会点这个特别粉 就是什么都有大杂烩 料很丰富 肉也很新鲜 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 生牛肉用的不味不够嫩 有时候我也会点这个叫 Tone Special的牛肉粉 这个粉的用料 基本上是和特别粉一样的 但是它经过了一些特别处理 多了一阵炭烤的烟熏味 吃起来很香 此外这个粉还多了一个生的蛋黄 老实说 我都不知道这个蛋黄是难干嘛的 有知道的朋友 不妨留言告诉我们 越南粉我爱吃香辣的中部分 他们家的中部分焦头非常丰富 有猪血 猪肘肉 鱼饼 和大量其他的肉 每次都可以吃个过瘾 一般来说 他们的中部分都不会做的特别辣 如果觉得不够辣的话 他们桌子上还提供了中部分的辣酱 可以自己添加 此外 他们家还提供了这个蒜味的酸辣酱 之前我们只在Link Cafe见过 没想到在这家酱格相对亲民的越南粉店 也有这个酱 真的非常好吃 相当推荐 除了越南粉之外 他们家的饭也是做得很好吃的 我最喜欢吃这个香茅鸡排饭的combo 香茅鸡排烤的焦香多汁 非常下饭 这个套餐里还配了两条长长的春卷 又香又脆 整个盘子里最特别的应该就是这个虾肉棒了 这个虾肉棒本身是很有越南风味的 非常好吃 穿虾肉的棍子竟然是一块甘蔗 吃完虾肉还可以咬两口甘蔗 相当解力 若三十七 目前好像有三家分店 我们最喜欢的就是来Richmond的新城市广场的这家 比较大的店 这家店装修漂亮 人手充足 服务周到 各方面都做得很好 而且周一还有全日打九折 一般我们都会挑周一来吃顿便宜一点的 越南粉 他们家的生意也是挺火爆的 火爆到他们在同一个广场里要开两家店 生意真的有这么好吗 真的有点神奇啊 离佛山西不到一百米的寻情记 是一家最近新开的西安面试馆 他们的前身是非常有名的大明家 之前他们开着Food Court的时候 我们就有和大家推荐过 他们还叫大明家的时候 真的太佛系了 每天下午五点准时关门 而且动不动就休假 现在他们终于开了一家独立经营店面了 而且经营时间也变长了 号称一周七天 真的是面试爱好者的福音啊 他们家的菜单也要比原来丰富不少 多了很多选择 我点了我最爱的凉皮 味道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 可惜他们家凉皮是没有面筋的 稍微差了点意思 这个五合一招牌面 没记错的话 这个应该是个新品 这个五合一里有肉哨子 素哨子 西红柿鸡蛋 油泼和韭菜 面可以选细面 菠菜面 扯面和标标面 其实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标标面和扯面又有什么分别 有知道的观众朋友 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 这个五合一扯面 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 不过感觉味道有点太复杂了 有一种味蕾一下子 应付不过来的感觉 下次我过机会点 油泼七红石鸡蛋面 或者油泼扫子面吧 除了面食之外 他们家的肉夹馍也做得很不错 非常推荐 但是他们这个新品 蒸碗就差点意思了 我们点了牛肉丸子蒸碗 香料的味道太重了 不太吃的习惯 寻情记不但东西好吃不贵 店里的装修也很用心 挺漂亮的 桌子与桌子之间 间隔也很宽阔 做得很舒服 真的是一家用心经营的良心商铺 但是他们家生意 有时候真的太好了 真的有点忙不过来的感觉 而且到了饭点 也是大概率要排队的 在高贵点的Kang's Kitchen 是一家韩国小店 严格意义上 他们不算是一家面馆 今天之所以在这里推荐 他的原因是 他们的这个蛤蜊汤面 真的做得太出色了 这个面做得非常有劲道 汤头是非常简单的蛤蜊汤 吃的完全就是蛤蜊本身的味道 非常鲜美 而且他们给的蛤蜊也是相当多的 很适合我们这种喜欢吃海鲜的人 我看到不少人会点一个牛肋排的汤面 感觉也是很不错的 之后有机会我们也会尝试一下 他们面的份量是有点大的 我们两个人一般都会只点一个面 再配一份别的东西两个人吃 这家店的味道是做得很不错的 坐在温哥华的韩国社区 生意还非常好 到了饭店也是要排队的 不用多说 就知道味道肯定是很正宗的了 他们价格也是非常不错的 以今时今日温哥华的物价来说 算是挺划算的了 温哥华有不少好吃的拉面店 Dembo暖幕 算是其中一家 我们以前来温哥华玩的时候 会专门去Downtown排队吃他们家 记得有一次还拍了一个多小时 现在他们已经在温哥华开了这家分店了 虽然现在也需要排队 但是基本上也只要排5到10分钟就能坐下来 他们家算是快餐式的拉面店 每人一张纸选择自己喜欢的搭配 从汤底的口味到浓稠度 面的软硬程度都是可以个性化定制的 暖幕的拉面是属于博多流派的 汤是比较简单的浓猪骨汤 拉面用的是细面 吃的是面夹生的爽口 此外 他们会在面上放一点辣椒酱 增加拉面的味道层次 他们叉叉也是做得挺不错的 非常新鲜 肥瘦也是刚刚好 他们家面的味道和广东云吞面的面有点像 都是细细的爽口弹牙的那种 我个人觉得 暖幕和同样是博多流派的伊兰拉面的味道 是非常接近的 喜欢吃伊兰的朋友 估计也会喜欢吃这家拉面 我最喜欢他们家的加面环节 食不够的话 随时可以让服务员再加一份面 两块钱可以加一整份 一块钱可以加半份 风简柔人 可以一直加加到吃饱为止 由于他们家的分量是比较小的 一般来说 我们两个都得至少加一份面才可以吃得饱 好在他们的价格不算贵 最便宜的拉面不到13块 也算是很良心的价格了 我是很喜欢吃博多拉面的 所以暖幕算是我个人在温哥华最满意的拉面店了 不知道观众朋友们 有没有更好吃的拉面店推荐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 也欢迎大家给我们的视频点赞 订阅我们频道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节目还不错的话 希望可以转发给你的朋友观看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